今天我們與布吉那法所正式斷交 包含前陣子與多名人家斷交 中國這一連串對我國外交的打壓 充分顯露出中國的不安與缺乏自信 不要告訴國人紅包 中國這些去我國主權化的蠻橫的作為 已經挑戰台灣社會的底線 我們不會再忍耀 昨天看了蔡英文的表現我非常失望了 就是說蔡英文的表現是破戶罵街 他基本是氣急敗壞 那麼已經到恐怖責嚴的程度 再賭氣下去真的會毒死台灣 不過就在蔡英文發表強硬言論的同時 站在蔡英文身後的賴清德卻被拍到一臉輕鬆 有台灣網友也語說 賴清德在笑 因為下一任換他了 對於台獨勢力來講 棺材已經擺在了面前 就看你很不肯承認 很不肯流淚而已 不禁大法所宣布與台灣斷交 成為蔡英文上任兩年來 失去的第四個所謂友邦 蔡英文惱羞成怒 宣稱不會再忍讓 島內輿論為何認為 蔡英文的強硬言論 會讓台灣前景更加不妙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 大勢所趨 不禁大法所之後 誰是下一個 台灣還有哪些所謂邦交國 岌岌可危 劉和平 邱毅 朱松嶺 特別觀察 西非德布吉納法所周四 突然宣布與台灣斷交 成為蔡英文上任兩年來 失去的第四個所謂友邦 這讓蔡英文惱羞成怒 周四晚 蔡英文發表講話 攻擊大陸 宣稱不會再忍讓 不過在兩岸觀察人士看來 蔡英文這種挑釁言論 非但於事無補 也更像是一種賭氣 外交部在周四就表示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 大勢所趨 勢不可當 而這台灣媒體報導 台灣的兩個所謂友邦 宏都拉斯基海地 也岌岌可危 台當局在非洲所謂友邦 布吉納法所周四晚宣布 與台灣斷交 讓台灣在非洲的所謂邦交國 僅剩伊斯瓦蒂尼一國 布吉納法所政府 周四發表聲明 知識未提中國大陸 只強調是為了該國 及其人民的利益 而做出這一選擇 對於中方打算 何時在部首都瓦加渡谷 開設大使館 外交部發言人 陸康周五回應稱 對於能夠順應時代潮流 順應國際大勢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 如果將來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我想大家也不應感到意外 是不是中方會向 布吉納法所政府提供援助 在這兒我想強調 布吉納法所政府 自主做出的這個決定 它首先是一個政治決定 這是符合國際潮流的 一個政治決定 也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決定 那麼當然了 對一切友好的國家 中方願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開展互利合作 台外事部門負責人 吳昭謝周四晚召開記者會時稱 以口頭向蔡英文請辭 但去台媒报道 該請辭並未被批准 今年二月初 才接下外事部門負責人一職的吳昭謝 上任三個月就丟了兩個友邦 多米尼加及布吉納法所 都在五月與台斷交 此前吳昭謝還表示 經過清查 友邦的狀況都很穩定 布吉納法所與台文斷交 事前也有跡象傳出 蔡英文上月剛剛訪問的 非洲友邦伊斯瓦蒂尼 當時本計劃訪問 布吉納法所並未成形 當時布吉納法所總統就稱 有重要的國際行程 不方便接待 其實布吉納法所不是閃電與台文斷交 他其實已經早就有了端倪 而且他本身基於國家利益 跟區域經濟發展的前景 他不得不如此做 有像他這樣想法的 未來會更多 蔡英文周四發表講話 將台灣行政部門負責人賴清德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蔡英文辦公室秘書長陳菊等 都拉了出來分擔壓力 在講話中 蔡英文攻擊大陸 對台外事打壓 挑戰台灣社會的底線 宣稱不會再忍耀 對此香港中平社的分析稱 蔡英文的言論 形同對大陸下通牒 要推動台灣走回與大陸對抗的暴露 昨天看了蔡英文的表現 我非常失望了 就是說蔡英文的表現是破户罵街 他基本是氣急敗壞 那麼已經到口不責言的程度 對於蔡英文的強硬態度 島內輿論認為 蔡英文是在賭氣 但這種賭氣 會讓台灣的前景更加不妙 蔡英文還有現在的政府 執政黨 如果再用賭氣的態度 去面對外交的這個處境 再賭氣下去 真的會賭死台灣 回顧近期兩岸關係緊張氣氛升溫 實作俑者就是拋出所謂 務實台獨工作者論的 台灣行政部門負責人賴清德 不過就在蔡英文發表強硬言論的同時 站在蔡英文身後的賴清德 卻被拍到一臉輕鬆 有台灣網友也語說 賴清德在笑 因為下一任換他了 有台灣學者表示 蔡英文與賴清德近期的一唱一和 都是對大陸的挑釁 大陸首先其實就針對賴清德的說法 採取反制 我們的這個政府上台之後 從不開始接受九二共識 其實就已經改變了現狀 對大陸的就是一個挑釁 所以我覺得 這種繼續的一個挑釁下去 我認為啊 我們的邦交國還會在持續減少 蔡英文說 對大陸不再忍讓 台灣方面陸委會週四晚即宣布 將針對陸方各級政府官員及相關人士 入台嚴格審查 台灣時代力量甚至要求 蔡英文放棄維持現狀 推動所謂制限證明 也有分析認為 蔡英文的政策將進一步倒向美國 不惜讓特朗普政府 與取與求 換取所謂的美國保護 如果蔡英文為了報復大陸 而走回對抗老陸 台灣的處境只會更加困難 付出的代價將越來越大 蔡英文昨天的這個 一個記者會上的一個回應啊 從他那個發言的全文來看呢 其實已經走上了這樣一條 這個兩岸進一步對抗的 這樣一條老路 我想呢 這樣一個對抗呢 對兩岸關係是這個 無助於事的 對於兩岸的這個民生福祉呢 是有很大程度 一個傷害的 對於兩岸關係的這個和平發展呢 更是這個雪上加霜 台灣中國時報週四報導 台灣還有兩個邦交國 極其可為 洪杜拉斯及海地 都變得不那麼穩定 報導稱 中國大陸在海地設有商務辦事處 而洪杜拉斯更與大陸 有龐大的貿易量 兩國都相當是危險 因為這些國家啊 本來呢 這個跟大陸之間的這個 經貿文化的往來啊 這個就非常的深厚 而且呢 這個經貿的交往的這個量呢 也非常大 對他們來講呢 其實早就審視多視啊 希望這個 跟台灣當局斷交 跟這個中央人民政府建交 那麼這一次呢 這個由於 蔡英文當局本身不認同九二共識呢 所以給他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機遇期 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松林表示 民進黨上台後 單方面破壞了九二共識的 兩岸共同政治基礎 使兩岸關係進入冷對抗 乃至冷動盪時期 台當局的所謂邦交國 為了本國的利益 為了順應世界發展的大勢 與台斷交 與中國大陸建交 這是理之所至 大勢所趨 他表示 大陸方面對台獨 絕不手軟 對妄圖分裂祖國的行為 絕不姑息 將全面深入地推進國家 統一進程 對於台灣當局來講呢 最重要的呀 還是要這個冷靜地認識到自己本身 這個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的態度 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麼回到九二共識的這個正確道路上來 這個恢復啊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 就有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才會使得兩岸關係走上這個和平發展的光明大道 好 相關話題我們馬上連線 特異評論員劉和平先生 劉先生 對於西非國家布吉拉法所突然宣布與台灣斷交一事 您怎麼解讀 我認為這次布吉拉法所 突然宣布跟台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的十幾點 選得非常微妙 一個是每年的5月25日 正好是非洲聯盟成立的紀念日 台灣方面正在筹劃 與非洲的所謂邦交國慶祝這個日子 能而就在非洲日即將到來的前一天 布吉拉法所卻突然宣布與台灣當局斷交了 也就是在蔡當局準備辦喜事的時候 突然給他們傳來了一個噩耗 這種心理和面子層面的傷重打擊 無疑是非常巨大的 那麼第二次這段時間 正好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照開的日子 被排擠在世衛大會之外的蔡英文當局 正在卯足了勁 準備動員所有的邦交 在世衛大會上發言來列挺自己 以及動員他們連署支持台灣加入世衛 同時美國也在世衛大會上加大了對台灣的支持力度 能而就在台灣迫解需要所謂的邦交與友邦支持的情況下 布吉拉法所卻改弦跟章 這對蔡英文當局的打擊效應無疑是更大的 那麼布吉拉法所突然與台灣斷交所謂外交關係對於蔡英文當局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我認為對於蔡英文當局來講 布吉拉法所正是與台灣斷交 實際上是創造了非常多的奇蹟 第一個是這是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 第二個與台灣當局斷交的國家 這種現象也就意味著 在蔡英文執政期間 台灣所謂邦交減少的速度正在加快 甚至不排除未來真的會出現血崩式的效應 那麼第二 這是蔡英文上任短短兩年多以來 第四個與台灣斷絕所謂邦交的國家 這個斷交的數量已經暢下了自蔣經國執政以來的最高紀錄 那麼第三 在布吉拉法所斷交以後 當前台灣的所謂邦交國就只剩下18個了 這一數字也是刷新了台當局的歷史記錄 那麼第四 在布吉拉法所斷交以後 台灣在非洲的所謂邦交就只剩下一個國家了 而且早前王毅外長曾經說過 希望今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的時候 所有的非洲兄弟國家能夠團聚在一起 這就似乎是在暗示 台灣在非洲的最後一個所謂的邦交國也將保不住 用不了多久 台灣在非洲的所謂邦交就要被清零了 那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即布吉拉法所在世衛大會上面拒絕支持台灣 並在隨後與台灣斷交之後 台灣的另外一些所謂的邦交國 包括柏劉 宏都拉斯 威迪馬拉等等 也拒絕在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出席WHA的提案上面來簽名 那麼這個也就意味著 即布吉拉法所之後 台灣的另外一些邦交也紛紛亮起了紅燈 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任期內 蔡英文將不得不硬著頭皮 面對台灣邦交國數量下降速度 將會比他的民意自治力下跌速度還要快的 這麼一種尷尬處境 另外對於蔡英文當局指責大陸是用經驗外交挖走了 布吉拉法所並表示台灣從此不會再忍讓一事 你又怎麼看 實際上在兩岸外事領域的博弈中 大陸不斷強大的實力 還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才是跟其他國家建交的最大政治資本 相反台灣拉住這些所謂的邦交 實際上就只剩下收買這個唯一的手段了 要知道為了鞏固所謂的邦交 去年6月份台灣還送給了布吉拉法所兩架直升機 只不過這些潰乘 最終並沒有挽回布吉拉法所的去意 另外我認為兩岸的統獨之爭 是一場包括政治經濟外事軍事在內的全方位博弈 在這種情況下蔡英文當局既然要搞台獨 那就應該怨賭服輸 不應該輸了之後還要給自己立牌坊 把髒水泼在對手身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過去蔡英文認為自己一直在冷浪大陸 也就是不挑戰大陸 並把它當成了自己的所謂的最大善意 那麼這一次在跟布吉拉法所斷交以後 蔡英文不僅表示不會再冷浪 而且直接以中國來稱呼大陸 這個也就意味著蔡英文當局有可能會在拒絕成人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再往前走一步 但是我要說的是蔡英文當局這樣做 你手上用於鬥爭的籌碼究竟在哪裡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七二連三的斷交事件已經告訴了蔡英文當局 你手上根本就沒有多少還手之力 也就是說對於台獨勢力來講 棺材已經擺在了面前 就看你很不肯承認 很不肯流淚而已 好的 感謝劉慧平現在在線 與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謝謝 謝謝